随着Delta变种病毒肆虐 各国纷纷开启了施打加强针的计划 根据网络媒体CodeBlue引述的消息说 我国新冠疫苗特别供应委员会 也计划在成人疫苗接种率超过80%的周数 为高风险群体接种加强剂 而目前只有巴生和刘裕、森美兰、纳敏和沙拉越的成人疫苗接种率 已经超过80% 但是科医部长阿安巴巴今天就表示 政府对施打疫苗加强剂是未有定案的 另外 新冠疫苗特别供应委员会也宣布 所有未满18岁的大学生只要携带他们的大马卡 入学录取通知书以及父母的同意书 就可以直接登门walk in到止境的疫苗接种中心去施打疫苗 而沙巴今天也开始为青少年接种疫苗了 沙巴从今天开始为12到17岁的青少年施打新冠疫苗 确保他们能够在10月3号安全回到学校上课 部分青少年在父母的陪同下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 手持所需的文件 有秩序的排队等候 在完成接种之后 青少年也不忘在打卡区拍照留念 而对家长来说 孩子能接种疫苗也是好事 这让孩子的健康多了一份保障 镜头转向如佛新山 适逢今天是马来西亚日 当地一所疫苗接种中心 特别安排了20位身穿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 在现场表演马来传统舞蹈 希望让那些前往接种疫苗的民众 可以感受到一丝节庆的氛围 接着我们看看国内今天疫情的数据 我今天新增18815宗病例 这也是连续第6天确诊病例维持在1万多宗 同时 昨天共有422人死于新冠肺炎 其中有92宗是属于宋院前死亡病例 至于州属方面 沙拉院依旧位居榜首 新增3660宗确诊 接着是雪州2718宗 以及柔佛州2206宗